心里面我们学校很开心 所以在我们学校的网页 我们还是继续留职 我们并没有测 帝王条款画作终于又出现在学校网页 对比前一天空荡荡的布告栏 为了行人地狱议题得奖作品 被网红开炮网友出征 话题持续延收 科技专家徐美华 发文称赞孩子画出想法表达观点 并直批网红说不撤奖就没完的言论 就是一种霸凌 还有直呼难道行人就不能被批评吗 也引起学生家长共鸣 徐美华公开与学生妈妈的对话 国中生家长也坦言 面对网络舆论真的是倍感煎熬 也害怕自家的小孩被霸凌 徐美华安慰大家都很担心他 不过家长却说作话的国中生相当正向 还高EQ反过来安慰大人 并表示是不会放弃画画的 我们今天早上我们在公开的场合 我们大家也鼓励他 说他得到全国美术比赛的特优 是非常难得的 而开出第一枪的网红Chip 贴文下方留言被灌爆 一路滑到底都是逆风留言 Chip也在发文表示无奈 说自己从一开始就是在针对学校 跟主办单位 怒红大人别一直躲在孩子的后面 也觉得很累 人本交通实在太难了 不过他还是会继续唤醒大家对交通的重视 现在还有网友在粉专发起一人一信鼓励创作的同学 短短24小时就收集了8435封信 将会全数请学校转交给学生 让网友迟乎太暖心送暖国中生 期望他别因此影响对创作的热情 华视新闻无权远送一张游泊桃园报导 哈喽我是谢嘉玄 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码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